来 连上了 哇 真的连上了 长得跟大同一好像 哥哥姐姐们好呀 你好呀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前段时间不是同男女 就是同性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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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的了 对对对对 就很火 然后就是 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会 有一段时间大量的去推这种东西呢 就是他们符合哪个利益点 可以问吗 因为彩虹 是说在国内吗 还是国外 我都想 就是我想知道有什么不同 就是国内国外的 不同的一点不同 国外来 大头鹰老师给介绍一下 彩虹彩虹他们互相真搞里头 他真搞里头 他不是单纯的就是说 咱俩是好姐妹 咱俩处 就是他真正往里头搞 然后呢 站上来吧 那你老妹你现在想问的是啥 你想问这些东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还是这样做以后他们要干啥 我想知道符合他们哪些利益点 利益点 就是 来我告诉你 推这些得到什么了呢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2014年以后 美国的生物制药研究方向 尤其是有关男女的这个这个荷尔蒙激素的 就是他们他们哪些大型的公司去包括 包括说大点辉瑞下面有没有研究相关的 这些东西 我给你点出名来了 你自己去看一看 他们有没有这些相关的这些 这些生意 这个公司流行的是 流行的是投票当 投票当经历 大家投票当经历 不是拿业绩看经历 是拿投票当经历 投票当经历呢 他们的曾经的选投票方式只有什么 只有 比如说男性比例支持的 女性比例支持的 这是一种没守成规的玩法 那他老早之前就在性别里面有一个 nother 有一个other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其他 其他这一类他们认为 对下面这些其他类的细分的 你把我扩为其他就不对 他们需要更多的分类 这种更多的分类 有人会站在 会出现更多的业务代表 想竞选业务经历 然后这些业务代表是其他类其中一个 那他其他类分立场就不够清楚 因为这个其他据你所知 你知道的 什么 踢 喇喇 对不对 这些不一样的品种 他在里面就不够细分 你只是一个其他 他拉不着自己想投的 就是想投他当销售经理的这个票 所以他得细分到 我是沃尔玛购物袋 我是华为充电宝 我是 精准定位 精准定位 拉精准群体 那你说难道你拉了一个沃尔玛购物袋 你能让你选上销售经理吗 选不上 但是他最次最次最次 他能选到啥 能选到一个城市里面的 一个city里面 就是咱讲话 一个最小的城市 可能开车从东头到西头 就20分钟这么大一片范围内的一个 比较有话语权的 甚至有投票权的业务代表 明白吧 就是他当他具备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他的 别说官运了 别说当经理 当干部了 当公司高层了 就他 具备这个投票权的时候 他就可以这么说 他就已经不缺钱了 这种钱具体怎么来赚 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麦克风充电线 这是我的性别 我在上去的时候 首先 我如果是个正常 我叫大头鹰 我正常连提名的资格都不具备 就人家说来下一届选个小组长 小组长 我连提名资格都不具备 为啥呢 你没有相关资质 人家这么说 但是你要说 我是啥 我是麦克风充电线大头鹰 你必须得给我这个资质 否则的话 你是对我这种少数群体看不起 你必须给我这个资质 而真正开始投的时候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比如说 我只不加有7000人 我就拿这7000票 我足够在一个小城市里 当一个 当个小业务代表了 明白吧 我是能投得上的 而我一旦投上去了以后 我上去了以后 因为我等于强行具备报名资质 然后我拿着这个报名资质 我真正去干预一些事的时候 我之前经常举的一个例子 因为这个我切实切身发生过的 没经历过东西 我道听途说的 我不去跟你说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美国它的房屋土地性质 它是属于有性质的 他买了一块 买了一块地 它土地性质 比如这块土地的性质是什么 是商用 那你就盖不了民宅 这块土地的性质是农用 那你就盖不了房子 明白吧 那它这个土地性质在 就在我这个小业务代表权力下 我是能投票 我赞成把它改成商用的 我如果一个小组里就六个组员 五个组员来投这个事的话 你但凡把这事叫起来 这块地的老板就会过来 至少得找我 他跟我能不能直接发生关系 不能 我这叫啥我叫受贿 但是他跟我妈能不能发生 可以 我妈后边种的豆角 可以告诉这叫啥 这叫来自东北纯手工猪耳朵 猪耳朵大宽豆角 大面豆角 这个豆角我可以卖它一万美金一根 明白吧 这合理 你愿意卖 他愿意买 没毛病 于是我妈通过一下天种的豆角 挣了五百万美金 然后呢 恰巧 只能说恰巧 恰巧他们这个公司 买这个豆角的这个公司 当时呢 他们投票申请 将这块地从农用 改为商用 然后我呢 恰巧也是认为这个城市需要建设 需要更多的商家 我同意 可以这么说 六票里面 只要有三票 平票打平 这事就能通过 它不是少数服装多数啊 只要三票打平 甚至两票 这事就能执行 甚至有一些 市场还是像 对 甚至有一些东西 对就是有一些东西 一票就够 不是说一票执行 只要有一票就能够 不是割韭菜 首先你给了很多人打开这个门 以前我这个门就正门开 现在侧门窗户 你都得开 因为不一样的性别进来了以后 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第一点 我告诉你 这些人通过竞选小组长 第二点 他们会干嘛呢 学生 小孩 在学校 会定期有这种性别类的教育 专门的组织 上学校去告诉大家 你可以觉得你是个沃尔玛购物袋 十岁以下小孩啊 你说他们懂啥 你说你十岁以下孩子 大量的迷虹闪烁 你别在底下刷屏了 下一把你露脸 别同 就是说啥呢 说你 你可以认为你是购物袋 你可以认为你是开心肚 你可以认为是男 你不要以为你是小男孩 你站到尿尿你就是小男孩 你也可以认为你是小女孩 他们上学校去做这种宣传 宣传完了以后 如果今天课后 老师问 来吧大涛人 你觉得你是什么呀 大涛人说 我觉得我是个充电宝 回家 第二天我上学来了 我也脸上没有伤 我也身上也没有伤的 老师我说错了 我认为我不是充电宝 我是个小男孩 老师就找你家长 你说吧 昨天你孩子在学校 说他自己是充电宝 为什么 为什么你回了家以后 他认为他自己是小男孩了 大涛人他爸 不到我 我真不到我啥也没说 我就问他是咋的 我说你看你这个 你看那个小海螺子 你是小男孩 于是我就会被处罚 我会被处罚 不是罚钱啊 我个人有个记录 我这个记录 在学校下次再来的时候 我儿子 大头一声 如果我又说了 我这回 我认为我是麦克风线 然后回家又反嘴 两次 我告诉你 我孩子 小头一声 归美国所有了 那不是明抢吧 不是啊 我认为你不具备交孩子的这个资质了 你不尊重你孩子性别取向 把孩子归美国了 我能领走了 孩子能复地医院去 给你送那个威廉家族大城堡里头去 或者给你送那个残障人士家庭 完了领地堡去 给你孩子送走 孩子不归你了 真事真不夺夺抚养权 这么干他们 我会闹吗 谁闹啊 你就这么说啊 就是说这个事他也是投他也是投票通过的 这个事儿 就你先上大马路上去问去 你说来 有没有你们谁投的 来 你这些张三李士们 来来你谁投的 谁投就是这个 来来来你出来 你是干啥的 你是你投了吗 你问正正正经人家庭 那种正常娇儿育女家庭 都说没投我 我不可能投我疯了 我投那个 你问十个十个都没有 然而这票是从哪来的 哎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 像咱们直播间里面这种驴马烂子 硬形要画面 他甚至本身认知都不是这种 这时候蹦出一大堆驴马烂子 这个驴马烂子大概长啥样 穿一个红色的 红色黑格子的大裤衩子 上面挂着CK采文克伦 采文克伦大裤衩子 下面套了一个牛仔裤 大概卡到半截屁股那块 哎 裤腰带也没有 大裤裆就躺到地上 哎 穿上鞋倒挺白 上山人呢 穿个老T恤上 上面画个手指头 哎 画个手指头以后 我脖子上挂六七个六七条链子 啊 啥链子都有 啥都有 脑瓜上戴个头巾 侧面这边卡个小帽子 平眼的 啊 上面写的LA Yo what's up bro 啊 我就是我就是沃尔马购物袋 I'm a Walmart shopping bag 就这些驴马烂子上的要画面的 你问他是不是有事 是你就从此开始得尊重他 啊 甚至在本在生活当中 如果你真的见过 谁家门口挂了个小彩虹琴 彩虹的小琴 送快递的在美国 你们都看过外网那种视频 说亚马逊送快递的 到门口老师扒个盒一放啊 啊 甚至讲话把你地毯都给你摆正道的走 Fedex送快递到门口的一楼院的门 院外面呱跟扔进去 这些都是真有发声的 真有真有发声的这些 而谁一旦门口看见挂了小彩虹琴 你进去了以后大概怎么进他家门院 他家门口是草坪 前面是马路 后面是房子 大概这个外面员从下来以后 端这个盒子 好像里面有那个水瓶炸弹似的 端这个盒子 到你家院门 轻轻把这个院门打开打开 自嘎人进来 走一步往上一举 走散步跪地上 走九步磕个头 走到门口刮 把东西给你往这一放 否则的话 你们公司将会以歧视少数性别人种被起诉 而且一起诉一个准 一准一个赔 听懂了吧 你就说自不自由 就完善主打个自由 那他们在国内是想 在国内我给你补充一下 在国内情况没有这么处杂 一方面是大同音说的 可能有卖药 做手术 医疗这一块确实也是挣钱的 因为有外村的那个医疗公司嘛 卖药也是一块 但主要不在这儿 主要还是这个political层面的 因为咱村咱娘对这个事的一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不反对 但是不鼓励 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 然后咱那个小岛子 就一直跟着西边不是搅和这事 在咱村这个事比较简单 就是被推到了这个political层面 有小岛子让人掺和 说你看我们自由吧 我们同意吧 你看村里面就不念啥 他借这个事情说事 更多的是这个political层面的 就没有那个美国那么复杂 当然卖药啊 什么弄手术这也是一方面 那是个长期利益 如果小孩从十岁开始 一方面是政治上 如果小孩从十岁开始 对性别有了其他认知 他需要服药服一辈子 这个药可能小孩自己不需要掏钱 按照美国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免费医疗 都是办公司套 你知道那药能贵到啥程度吗老门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心脏病人 我医生给我开了个鱼油 我这个鱼油是一粒 大概是一个gram的 就是属于啥概念 就是你吃的一粒 是一千毫克的含量 我吃一粒 顶你吃的十粒 这个东西在美金上 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 这一瓶可能将近一百多美兜 这是报价 但是呢 从我这我拿一把去开十块钱 剩下全保险公司偷 可是这些东西不是要最后自己付费吗 不是啊 从保险公司偷工有啥关系啊 对吧 那保险公司的钱 那更肯定更多人是买了保险用不上的 他肯定是有利润的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保险公司是我开的 鱼油公司是潮马开的 你再细评评 我保险公司我正经收进了钱以后 我要打的那个税和和那个 我我开了个保险公司 然后鱼油是潮马开的 潮马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一过完了以后他再交的税 甚至我这钱都翻倍进兜 我我再插一下 这小姐姐下去来 这个耐凉的迷红闪烁 来你上麦你别怂 别在底下抠字 你上来我给你讲 六月中国发生什么事 来上来 我给你讲 来 然后我再 我再给你们说一下 来 露脸来我给你讲 那个时候我可以单独开麦跟你 跟你那个啥 老姐姐我玩的就是一个同归于尽 别 我不想同归于尽 我知道你们想 我跟他同归于尽 来 你要死别拖着我 来来别怂 别怂我怂了 其他人申请别借 你上来以后 那个 你给曹妈移除 给曹妈移除 他就能开麦了 他现在开不了麦 他在麦上呢 我再给你们说一个 美国有没有那种 你说完了 美国完了 美国所有学校全这样了吗 我告诉你 美国有的是 有的是不喜欢他这种制度的 就是这种对于性别上 各种认知的 甚至完全接受不了的学校 比如 我刚刚一看还有个讲师进来了 我没说完 等会说完的 比如基督教小学 人家这个东西跟多性别 就是完全是理念是冲突的 这种小学跟这种性别认知完全冲突 它有没有正常学校 有所谓我们认为正常的学校 有 这种学校甚至都不允许你身为个彩虹人进到学校里面来 那么他在之前发生过什么事 你们往之前看我那个视频 美国田纳西州一变性人 滴了AR15进去光光打小孩 你们自己回头看新闻去吧 行了 我这事说完了 来下一个吧